他们是一对调皮无比的龙凤胎 误打误撞 竟从村中坐上边 村民会给小熊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日 敬请收看逍遥小熊见村记 每周五次每晚六点样式七套 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五六七 谁家要是有对双胞胎啊 那真是叫人羡慕 要是龙凤胎那就更热闹了 家族四川宜宾与孔村的田兽贵两口子 就在自家的茶园里头捡到了一对龙凤胎 不过呢不是孩子啊 是一对小黑熊 这对宝贝可是逃得不得了 才两个月就满地乱跑 天天被这两口子折腾的是手忙脚乱的 这两口子呢还把他们当宝贝一样 而且还专门郑重其事的 在村里贴了张告示 说要给他们起名字 咱们一起去看一看吧 今天呀 这个原本平静的小山村是格外的热闹 村里村外 方圆百里的乡亲们都赶来了 村子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是城里来了大明星 还是十家小的许媳妇 大哥 你们这赶紧去哪儿啊 我们这个村发生了大事情 什么事情 你们这都没见得过 太可爱了 太可爱了 我都跟你说今天第一次我才见得过 第一次见 你这发生什么事了 你去看看就晓得了吗 走 远远望去 大家已经围的是里三层外三层 好家伙 究竟什么事这么大吸引力啊 你们说去啥子 这个是弟弟 你们说去啥子 争名 看大家争的是不亦乐乎 到底是谁家的孩子起名 还要这阵子啊 这到底是谁家的宝贝啊 那这宝贝到底长什么样呢 赶紧揭开庐山真面目吧 大姐 是你们家的宝贝要起名字吗 哦 确实 是吗 那宝贝在哪 你带我去看看呢 那要吃苹果 我带我去看看 哦 在里边呢 哎 来 哦 在这呢 哟 瞧着两只毛茸茸 黑乎乎的小家伙 卓是让记者眼前一亮 脖子上一抹威子形白斑 好像胜利的标志一样 彰显着他们的宇宙不同 两只小熊掌 更是呼着来呼上去 再瞧着这个圆溜溜的大眼睛 闪闪发亮 哎 他们怎么就是往我们这边看呢 不行 我得主动出击 大姐 我能到跟前去吗 嗯 真可爱 我摸他一下了吗 你有摸 真可爱 这毛真软 他们现在还没名字啊 嗯 其实没个名字 那你们想要怎么换他呀 我们其实喊点熊熊 看小家伙的机灵劲 抱着苹果啃个不停 还不时的把苹果当球耍 黑熊不是应该生活在深山老林里吗 怎么会出现在田大姐的家里呢 神秘小熊隆重登场 这具龙凤胎究竟从何而来 回头大头头 进行收看逍遥小熊 进村寄 我的茶叶 这茶叶就听到这个声音 然后它叫得 叫得凄惨 那时我这茶叶没得了 那时我就 我就弯了 平安上我就给我缩了 我把茶叶一抛开来一看 就简单了 这两只小熊怎么会在这呢 田兽贵两口子左等右等 等了一个多小时 熊妈妈连影子都没有出现 两人决定先把小熊抱回家 回到家里 田兽贵想到的第一件事 就是要把这两个小家伙安顿好 可是从外观看 它俩长得可真相呢 该怎么区分呢 为了区分它 跟它俩叫四代 我们的那就是母熊 那的那就是公熊 这个问题解决了 下一个难题又来了 田兽贵估计啊 这俩小熊也就是两个来月大 他们才这么小 到底该吃什么呢 以后该怎么养它呢 小飞熊与村民 开始一段不期而遇的缘分 可姐弟俩却大玩全时 究竟什么才是他们的最爱 小飞熊与村祭 乡熊与村祭 正在播出 请继续收看 听老人们说呀 熊爱吃鱼 平时田兽贵两口子 难得吃回鱼 为了小熊 田大姐还是希望买了几条鲜鱼 仔细的洗净 就连家里养了多年的小花猫 想凑凑热闹 都给田大姐给赶走了 这送到嘴边的鱼 弟弟根本不信一步 姐姐更是熟识无睹 喂鱼失败 是不是这鱼太兴趣了 要不咱得换点清淡呢 换点冷一点点好吃 说起的竹笋呢 营养价值可高 富含丰富的植物纤维 不知道熊宝宝会不会喜欢呢 小黑熊这边玩的是兴高采烈 可这田兽贵两口子却是一筹莫展 这可总算好啊 这生的不行 要不咱俩来点熟的 熊宝宝一下子抱上碗了 哎游戏 赶快吃吧 哎呀能想到的都给小熊喂了 他们就是不吃 这可真是重力巡返千百度 不然回首 小熊依然不屑一顾啊 小熊刚刚出生不久 难不成他会像婴儿一样 喜欢喝奶 小熊进了奶粉 那是胃口大开啊 弟弟吃了姐姐吃 不过姐弟俩都不太会有奶瓶 这样肯那样抓 遮到半天也没吃多少 大家是喜欢来 你看 我喊到的黑金的 黑金的 你就拿碗来 你都要没搞好 要的 天哪和零鸡豆 赶快拿碗来 好了就是要的碗来吃 这短口很弱 短口很弱 你来一下 小熊姐弟尽得大家欢心 哎呦 那个爸爸还要哭呢 你看 小熊熊与村民会发生怎样的趣事 相遥小熊进村记正在播出 请继续收看 小熊给全家人带来了无限的欢乐 你给全村人带来了快乐 相信了每天来到田家斗小熊 成了他们最大的乐趣 哎呦 那个妈妈 好哭 可是在田兽贵心里啊 有自己的担心 那么黑熊的杀伤力究竟有多大呢 专家说 五十公斤左右的黑熊 他手掌稍稍一碰 也能使这样的木棍立刻折断 养了快一个月了 小熊在一天天长大 田家和小熊熊的感情 也在一点点加深 就是对于说 别个人力还稀奇 这不这会儿 他们又一起上山采茶去了 田大哥两口子出去采茶 那是干活 小熊可不管 姐弟俩呀 全当出来玩了 撒花似的跑啊 这不这会儿 姐姐又爬到高处 看风景去了 快点 快点上来 快点 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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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 走了 快点 一路走来 一路玩 终于到了茶园 开始干活了 哎呦 小熊弟弟也在一边帮忙 哎哎 掉下来了 弟弟你可小心点啊 算了 你呢 还得和姐姐去旁边玩吧 小熊姐弟俩 他们到处跑到处爬 但是绝对不会脱离田大哥的视线 用田大哥的话来说 姐弟俩已经把他当成了妈妈了 我小熊姐的那头的电视线 那个童鸡 嗯 休息一下 回家旁边的东西 休休休休休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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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小熊长大点了 可以吃苹果了 一顿能吃三四个呢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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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到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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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休息好了 收工回家喽 鸾皮小熊偶遇进敌 小熊姐弟会如何应对 请继续收看 逍遥小熊尽参技 小熊熊在给田舍柜一家 带来快乐的同时 也带了意想不到的烦恼 这不是田大跟刚才回来的茶叶啊 田大跟人呢 一看田舍柜 嘴上说小黑熊很淘气 心里面却非常喜欢他们 他们在这个家里 就像任性的孩子一样 被溺哀着 知道小熊爱热闹 这天呀 热心肠的邻居 给小熊找了个伴 小熊见到这样一位陌生的客人 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小熊一个 这个老人 那个还有厉害呀 那个厉害呀 那个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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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 那 那个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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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天 田车桂两口子 正跟小黑熊姐弟俩玩的高兴 邻居家的大娘 火急火燎的跑来了 出大事了 出大事了 出什么大事了 记者正要上前询问 看到田家人急匆匆的抱着小黑熊上山了 说起田寿贵夫妇捡到这两只小黑熊 着眼间已经快两个月了 夫妇俩跟小熊几乎是形影不离 感情那叫一个好 甚至就连晚上睡觉都在一个房间 用田寿贵话来说呀 两只熊宝宝就是他的一对儿女 可这天呢 临夜站的人却来了 说是要接熊宝宝走 这下可急火了田寿贵夫妇 为什么要把他们接走呢 一分钟广告之后 我们接着往下看 还没等记者反应过来 田大哥家里又来客人了 林夜站的工作人员表明了来意 田寿贵没想到 收熊的人会来的这么快 这样他实在难以接受 这天寿贵心里 小黑熊就像他的孩子 他轻易不会把小黑熊放走 他的态度非常坚决 明明说你喂都喂了几个月了 绕出来的暴力 来 我是跟他说 六周一晚来几个 经过一番铃腔舌战 双方达成一致 你现在你准备喂好久吗 我准备就是喂个五六十斤 但是五六十斤你算过时间没的 五六十斤要好多 要半年时间 10月30一号 10月30号 那么你饭就会饭为大字 小黑熊姐弟算是在田家暂时住下了 田家人把小黑熊在山上带了下来 林叶正的人也心存疑虑 这俩小家伙 猪就是什么品种 有多重 身体有没有毛病呢 没错 这就是亚洲黑熊 因为它经下有干败的 也叫若莲熊 然后在我们这个地方称 称呼来就叫做黑熊老熊 老是个家重点儿子 小熊猫 还有就是皇后 短慧后 你和我团伞就正同样的类型 亚洲黑熊在我国主要分布在东北和西南山区 主要生活在森林地带 目前全世界仅存两万五千斤 国家重点二级保护动物啊 咱可得好好保卫着 你看长还有五十公分 来了田家快一个月了 小黑熊明显重了 天大哥说 小熊刚癌的时候是四五斤 现在长了有五斤 听到姐子说七八长了七八斤呢 到底重了多少呢 这个老公 那家伙真是一对健康的小宝贝了 离一阵的工作人员走了 小黑熊也暂时不用被带走了 但是田家人没有一个能高兴的起来 小熊玩了一会儿睡着了 天大哥两口的小小熊抱到他们的房间睡觉 看这样的情景真是幸福的一家呀 可是这样一对可人的宝贝 在不久的将来就要离开了 我这招子不空感呀 时尔满面愁容 时尔偏偏起舞 请继续收看 《香瑶小熊》近春季 到现在为止 证明到是已经贴了两天了 究竟小熊姐弟的名字 有没有着落呢 呵 上面已经密密麻麻的写满了名字 可真是五花八门 各有千秋 这是没名字愁 名字多了 不知道学哪个 更愁 那么多名字 我不晓得学哪一个 明清安安 高高兴兴 我觉得这个天真和薄好的 熊熊疼好 为什么 你们先日子过得熊熊 要不然可淘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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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喝 Head out 我觉得就是这个小小瑶瑶 NE 到底哪个名字会脱颖而出 力拔头筹呢 这个嘛就是 这个要求小 emotions 我们老金山 3000水熊的 见給那 stakeholders 小小瑶的 你要的不 要的这个 好 好 小小瑶瑶 她不是这样遊三 最终还是村主任一锤定音 小熊姐弟终于有名字了 这可包情坏了田大哥 回到家 拉起小熊就跳起了舞 你看 但配合得多么气啊 熊宝宝有了名字 就像是生了户口 也就算真正成为咱村里一项子了 这可是村里的一件大喜事 啥子乡亲们就琢磨着 别家的孩子不是都心满月酒吗 小熊来村里正好留个月了 让咱们这位小黑熊 过个满月生日吧 好好好 这位小熊又取了名字了 那是那里生日 我们进出来为了这小熊 过过生日 好好好 谢谢 欢迎欢迎 小熊呢 这里的日子啊 哦 来 给我喊出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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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哎呀 小小羊羊吃的是毫不客气 一会儿就吃成了小花熊 小小羊羊羊你们慢点吃 还有呢 熊宝宝终于有名字了 也可以在村子里暂时按家了 但是黑熊毕竟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迟早要重返大自然的 我们希望它们能在村民的照顾下快乐成长 早日逍遥自在的回到它们真正的家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今天又讲收视的问题是 黑熊是国家几级保护动物呢 达特的观众有机会获得 周奖万宝太阳能热水器一台 月奖广州万宝集团冰箱有限公司提供的冰箱一台 一场特殊的争斗 真的没说的 一次迷思我活的教练 是强功还是智取 还精彩吧 接下来看 到底谁是最后的游戏呢 敬请收看 十里游戏中暴赛